就是在我们广泛的农村啊 现在我们刚刚张伟岩提到了 大城市都是5G时代了 但是在农村呢 我们还存在很多边缘的三期 两期都不能覆盖 而且移动通信也经常通电话都断断续续的 我们人民小酒厂期啊 有四季网 我经常会看到我们很多的小年轻人 在那个地方冒着寒冷的天气 在那蹭网 也有些刚结婚生孩子的年轻人 想在网上开一个店 但是因为我们网络的这些欠缺 导致了他们的梦想 比如说想把家里或者家乡的土地产通过网络卖出去 也跟城里人一样的 有网络的这个信息 让他们生活更美好一点 但是因为网络 他们没有办法去实现他们这样的燕网 我就想请问一下张院长 像我们农村存在这些普遍的现象 你们通信能不能帮帮忙想想办法 我们呢会在大城市呢 进行深度的高密度的覆盖 但是请余书记余务委员放心 我们在乡镇县城农村啊 我们也会有广覆盖 有基本的上网和通信的保障 肯定能保障你那的电子商务等等的一些活动 请余书记放心 谢谢